狼 清代 仆松灵 意图晚归 但中肉尽 只有圣骨 图中两郎坠行甚远 图聚 头以骨 一郎得骨指 一郎仍从 腹头之 后郎指 而前郎又至 骨以尽以 而两郎之并驱 如故 图大九 孔前后受其敌 固野 有卖场 场主 鸡心其中 善必成秋 图乃 奔以旗下 持弹持刀 狼不赶钱 单单相向 少时 一郎进去 其一 犬坐于前 九只 穆四名 一霞肾 图抱起 以刀 劈狼手 又竖刀 避之 方欲行 转世 鸡心后 一郎 动其中 亦将碎入 以弓其后也 身已半入 指鹿骨尾 突刺后 断其骨 亦必知 乃物 前郎假妹 盖亦又敌 郎亦侠以 而 轻刻两臂 禽兽之便诈 几何灾 指增笑耳 一闻 一颗图乎傍晚回家 蛋子里的肉已经卖完了 只剩下骨头 图乎半路上遇到两只狼 紧跟着它走了很远 图乎感到害怕 把骨头扔给狼 一只狼得到骨头就停止了 另一只狼仍然跟着图乎 图乎再次扔骨头 较晚得到骨头的狼停住了 之前获得骨头的狼又跟上来了 骨头已经没有了 可是两只狼像原来一样一起追赶图乎 图乎感到处境危急 担心前面后面受到狼攻击 他往旁边看了看 发现田野中有个卖场 卖场的主人把柴草堆积在里面 覆盖成小山似的 图乎于是跑过去以靠在柴草堆下 卸下担子拿起图刀 两只狼不敢上前 眼瞪着图乎 一会儿 一只狼静止走开了 另一只狼像狗一样蹲坐在前面 过了一会儿 蹲坐在那里的那只狼的眼睛好像闭上了 神情悠闲得很 图乎突然跳起来 用刀砍狼的头 又连砍了几刀 把狼杀死 他刚刚想离开上路 转身看柴草堆后面 另一只狼正在挖洞 想要从柴草堆中打洞 来从后面攻击图乎 狼的身体已经钻进去一半 只露出屁股和尾巴 图乎从后面砍掉了狼的后腿 这只狼也被杀死了 他才领悟到前面的狼假装睡觉 原来是用来诱引敌人的 狼也是狡猾的 而眨眼间两只狼都被杀死了 禽兽的欺骗手段能有多少啊 只是增加笑料罢了